油价还会回到五元吗?虽然不能说的太绝对,但是短期内恐怕是绝无可能。 毕竟物价都是呈现上涨的趋势,油价上涨也只是顺应潮流,五元时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 自从今年油价涨上七元之后,就再也没有到过六元,何况五元,成品油涨涨不修暂时还看不到尽头。 难道说年底之前油价真的会突破八元? 9月3日国内成品油迎来上调,恰逢中秋加节,油价仍有上调的可能,2018年国内成品油的第十八次调价在9月3日完成。 茶油,汽油价格每升分别上调了0.15元,0.14元,本来油价调整也是稀松平常的事, 但是此次油价调整才刚刚结束下一轮油价,又将上涨的消息,就已经提前传来。 不过网友们似乎是早有预料,因为9月24日,便是传统的中秋节,油价节前上涨的魔咒一直都还存在。 最新数据显示,目前原油中和变化率为2.31%,预计财油,汽油价格将有101元每吨的上调幅度。 目前国内92号汽油平均零售价格在7.5元每升左右,如果本轮成品油继续上涨一毛以上, 那么汽油价格很快将突破7.6元,这将是得咱们中秋节走亲房友的成本仿佛增加。 油价接连上涨,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极大完善,国内油价根据市场变动调整无可厚非。 但是往往给人一种原油价,我也价,原油价,我不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象。 目前国内成品油设立是个工作日的调整机制,制定天花板地板价,及调控上线为原油130美元每桶,下线为40美元每桶,虽然能够基本跟上国际油市的步伐, 但是仍有很大的带完善空间,毕竟成品油价格大多数工需关系影响,而原油价格不仅和需求有关,还会受到政治,经济等等众多因素的影响。 好消息告诉大家,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已经被提上日程,此次油价定价机制修改的最大亮点,就是将成品油零售基准价格允许上下浮动的定价机制, 改为实行最高零售价格,并缩小流通环节价差,可以想象一旦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实行,那么国内油价必将有大幅的下调空间, 毕竟目前高油价,已经给广大车友们带来了真真实实的经济压力,成品油零售价上调还未落实, 柴油,汽油批发价格却是屡屡上涨,由于美元的上涨以及美国成品油需求,并未达到投资者的先例预期, 原油价格延续跌势,但是原油价格的下跌,并未绕困内,优势降温,反而由节节攀升之势, 时间进入9月,国内财气油升级活流标准在即,炼厂方面转而生产活流气财油,导致单前炼厂产仍下降, 的炼库存较低,因此的炼油价近日仍有20,30元每吨涨幅,尽管成品油批发涨价持续, 但是由于成品油供应趋紧,使得油市购销仍旧火热,预计今后几日国内财油, 气油批发价格仍会有上涨的趋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